五天見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 全球金融市場是一面的噴出之聲 這個主要原因受到川普的 降稅的一個路線的主張 更使得全球的庫產股 企業獲利的EPS展望 都出現超凡的一個變化 特別是目前觀察到 昨天晚上美威股市出現了17年以來 就是本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的現象 就是四大指數 從道琼、NASDAQ、S&P500、羅蘇2000 同步刷新、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晚上美威股市非常的一個熱鬧 也帶動今天亞洲股市 包括台北股市 是出現了噴出大漲的一個發展 特別是川普的減稅動作 大家第一次觀察 本來賺的餅就那麼大 政府要少吃一塊 那EPS當然拉高 另外針對海外現金回流的優惠政策 也使得2017年、2018年 美國庫產股的規模 渴望比預期來得更大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 全球商品市場 除了股市大漲之外 包括了原物料 今天大陸的商品行貨 全線大暴漲 包括上禮拜拉回的黑色系 雖然政府拔插頭 可是今天全線拉漲停 那從國際盤做觀察 而軟商品 特別是農產品 在這邊也出現了一個轉牆的變化 所以我們看 全球的市場 除了再次走地之外 大量的資金往股市跟永樂市場 來做一個轉要 所以怎麼做觀察 我們稍後做進一步的解讀 好 另外我們觀察 全球最大的電商阿里巴巴 在這個週末有新的動作 在既新零售的國務院政策之後 我們看到阿里巴巴說 電子商務已死 所以全面地往實體通路 來進行併購 參股的一個發展 到底阿里巴巴在實體通路的 版圖的佈局 台灣人應該怎麼做觀察 我們稍後請專家 來做進一步的掌握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是 形態大師蔡生蔡老師 第二位請教財經部落客的專家 坦克爺 第三位我們請教的是 我們分析師曾煥文大K 我們先從原物料行情做觀察 觀眾朋友相信在過去這幾個月 假如你手上有原物料股票 不管是水泥股 不管是食品股 不管是塑化股 不管是鋼鐵股 應該都喜之知道 為什麼原物料那麼強 在過去幾年當中 上售下肥的一個投資環境 在今年開始變成下售上肥 所以投資人怎麼掌握 從今年啟動的原物料行情 我們進行廣告 先從原油價格這三天的大漲 來做進一步的掌握 好 我們看全球的商品期貨 出現噴出大漲 包括今天我們看到 入股也創下了波段新高 以及逼近今年年初的高點 所以今年全年正報酬 除了美國股市刷新率的新高之外 另外一個大國 中國大陸的股市 也出現轉強 好 目前這個循環 我們在過去一個月 不斷給我們強調 當利率軟生 通膨的預期 開始逐步的一個增高之計 那利率走高對於通膨 對於升息 現在升運機率已經來百分之百了 那利率跟債券是反向關係 所以利率走高 美債走低 美債走低 逼迫了人幣的貶值 而人幣的貶值 為了購買力的平衡 原物料走高 所以這個循環 第一個 我們看到 10年國債利率 目前慢慢的 站穩了2%的一個基礎 甚至完2.5%的挑戰過程 那人幣已經往6.9% 蔡生蔡老師的目標價 正在努力向前 那另外原物料行情 至於上週 不管是大連交易所 整週交易所 分別祭出了非常嚴格的管制 可是擋不住 就是擋不住 所以我們看今天 黑色系 反正只要原物料黑的 像鐵 像煤 像金屬 全線噴出 所以今天整個大陸商品期貨 除了農產品的轉強之外 那硬商品當中的黑色系 全面的噴出大漲 所以我們看這個行情 又開始不斷的做循環的加温 好 我們先看到 那一切大漲 大概我們看全球最重要的物資 來自於油價 好 觀眾朋友注意到一個日期 就是11月30號 下禮拜三 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 就是下禮拜三 11月30號 因為OPEC的14個成員國 跟非OPEC 全球最大產業國之一的俄羅斯 將在維也納 召開正式的會議 之前我們看到 很多減產的一些傳聞 都是部長級會議或非部長會議 可是在下禮拜三 11月30號 OPEC要團結起來 跟俄羅斯共同協調 聯合減產的協議 那目標是把這個產量 訂到3250萬桶到3300萬桶 將目前的實際產出 大概少了3%到5% 那這是這個數據 我們要繼續觀察 可是小小的3% 確實的全球的能源 特別是石油 它的供過於求的缺口 會瞬間消失 所以下禮拜三 一旦OPEC峰會達成減產協議 基本面對於油價是利多 那有沒有可能回到前波高點 52塊附近 值得官民有特別來做掌握 好 那我們看 這個OPEC減產有沒有可能 第一個我們看到 目前增產最快的是伊朗 那伊朗目前對於減產的共識 隨著大家對伊朗的讓步 伊朗也是樂觀其成 好 另外伊拉克的石油部長 也支持減產協議的計劃 那另外包括利比亞 他跟這個OPEC官員 甚至透露 那目前在各方面 這14個OPEC會議國 跟俄羅斯的談判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順利 所以大家用3%的產能的減產犧牲 來換取價格30%的反彈 這算一算 對他們有利 所以這一次的集體行為 我們要特別做一個觀察跟掌握 好 油價的噴出 也使了目前市場上的 這個交易人的部位 出現了火爆噴出 那目前原油近多頭部位 是刷新了9年新高 那上次新高 油價還在110塊 那這一次 所有的交易商都壓保 下週三 10月30號的油價 應該會出現 非常不錯的談判結果 所以目前這個多頭 非常驚奇的淨利倉位 當公司提醒風險 因為大家都在叫上 所以下禮拜三會怎麼樣 我們拭目以待 會不會一定是暴漲 還是獲利了結 那我們有待做一個觀察 好 目前我們觀察到 重點是原油大漲 也使得全球的商品期貨 出現噴出的發展 我先想要坦克給做觀察 因為現在除了黑色系 就是硬商品 包括像煤 像鐵 大漲 現在包括了農產品 我們所謂軟商品 也開始出現補漲 您的觀察 好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跟大家說 陸股開始 大陸開始防市調控之後 讓資金往整個原物料 跟所謂的股市做一個移動 我們最近看到 其實慢慢還是有這個現象 在加溫之中 因為調控的措施還是持續 但最近大陸最有名的一個 順口溜 這叫做 煤峰 蒜痕 朱上天 煤峰我想上禮拜我們講很多 就是黑色系為主 煤炭一直上 因為大家怕搶不到 搶不到你就要去 去弄其他的替代商品 但是怕搶不到的結果先追價 所以煤的價格往上走 那蒜痕 這個蒜有多痕我們來看 它10月份 美金大概才7點多的人民幣 美金是500公克 對 然後11月份 才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漲到10塊以上 就是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漲了快5成 快5成 所以其實整個蒜頭的價格 也是往上衝 這裡的話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跟大家說有一個叫做租 售租的商品 大家不知道他們印象 就那個時候我們在講 投資競賽的時候 有位高手他用這個售租 那我們來看售租前一陣子崩盤之後 最近底部出來 前一陣子底部出來 我們跟大家說 因為第四季是中國整個 就是蠟肉 火腿的一個需求旺季 所以整個價格也開始往上走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整個軟性商品的部分 包括售租在內的價格 也往上升 開始不漲 對 所以其實是因為 衛星跟黑色系比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第七期的部分開始走 這一次最近 我們上次來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也看到東京的橡膠價格是噴出 那個時候記得在這邊 只有這一段而已 現在的話曾經又往上再噴一段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 因為11月的時候出現了一個訊號 11月什麼訊號 11月就是美國商務部 對於所謂的大陸輪胎 大卡車輪胎的反普貼稅 暫時性的取消 因為他們有一些規定要在 整個初步裁決出來的120天之後 稅率要暫時取消 所以因為這個稅率大概有23%左右 就是說你中國的輪胎 要外銷到美國 陸外加增23% 要加23%的稅 那算滿多的 這個稅從11月2號開始取消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角度噴出 11月2號之後就是整個拉起來噴出 為什麼 因為原本大卡車要刻23的稅 大卡車其實是 中國大卡車輪胎出產美國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出口 現在因為這個輪胎的反補貼稅被取消之後 其實大部分又往美國走 美國走之後輪胎的需求又拉動 橡膠的需求 所以又變成一個正循環 這個天然的橡膠往上走之後 我們看到在人工橡膠的原料 DN2C的部分 也呈現一個往上慢慢墊起來 因為原本都在底部 它最近有一點拉高的趨勢 DN2C的話其實會影響到的就是在 像台股裡面有一個叫做台象 合成膠 對 合成膠的部分 這裡的話我們看到 它在周線上 這是周線 其實它是回測一個支撐位 然後最近又呈現一個轉強的現象 我們覺得這可以觀察初步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剛剛世光提到了 在農產品的部分 黃豆 像這一波黃小玉裡面 最強的就是黃豆 這一波其實它已經短片上 往上走上 為什麼 因為大家原本預期 這產能明年都會 比較大幅度的增加 可是在一個地方叫阿根廷 阿根廷的話 整個銷量的話會往下 就是產量不如預期會往下走 能夠會抵銷掉美國跟巴西的 相關的一些就是增產 抵銷掉之後 其實最近的價格就穩住了 沒有折下去 我們認為像大城 因為大城一部分有肉品的概念 一部分有飼料概念 一部分也有油脂的概念 這是周線 周線好不容易突破前高 像浦峰休息了好久 今天拉了一根7%的漲幅 對 其實因為浦峰也有飼料概念在 所以其實肉品跟飼料 短線上過高轉強 我們覺得震盪還可以觀察 我們以為漲完了 因為想說開始盤頭了 結果今天蹦一下就來一根7% 黃豆這一波算是最強的一個標的 相對於軟性的原物料裡面 開始有補長 趙老師我們先觀察 從原油看到橡膠 因為目前第一個油價 是一個關鍵指標 油價能不能回到50塊 或暫穩50塊 會是整個原物料行情 一個非常重要的拉隊 但這次原物料的反彈 基本上原油不是主角 可是原油扮演全球大宗物資 或原物料最大的貿易商品 它能夠持穩或是偏強姿態的整理 對於其他原物料 會有一個推升 成本推升的效果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所以目前我們觀察到 請教蔡老師我們做個掌握 從油價到最近的軟商品的轉強 你會怎麼做掌握 好 我們來看油價 那油價我上次不是在這邊 開始做一個往下跌的趨勢的時候 跌到這附近的時候 我們說44.5是支撐 44.5就是這個地方的 其實它的支撐很強 我那時候特別強調一句話 44.5是支撐 就算跌破了 也會再拉回到46.6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 44.5它是一個投資機會 我當初不是講說 你如果穩的話 去買它的扣 用選擇權 因為如果說你直接用期貨 那這兩根一殺 你可能會嚇一跳 但是做選擇權 你這個選擇權 就是你的什麼停損 對 那個權力競爭 你一對的話 你看現在就是會獲利了 倍數大 那就是我教各位操作的方向 就是下來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形態出來 有形態出來是這根藏紅 這根藏紅出來 才能去做它的這個期貨 那因為這個停損才設得出來 所以這一次原油又對了 44.5就算破了 也會回到46.6 那現在支撐提高到哪裡 44.5就變身車了 那問題就是說 這一波的一個震盪上面 要再去創新高的機率 不能說沒有 但是那種機率不會太高了 怎麼說 因為這個他在長線 我這個可能還要再看周線 長線的結構就是40 我上次講到的 從這個大概是44塊到50塊 中間的大區間震盪 大區間震盪 那再來就是看什麼 量 我強調過一個 原有是一定看量 量大就是需求 有需求就會漲 所以這一波在上面的時候 量已經縮掉了 沒了對不對 所以跌下來 那下來這邊 即使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看這個量又出來了 也就這一坨的量 你也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需求出來就會漲 所以原油就是看需求 每一個地方都是一樣 你看這個量一出來 有需求了就漲 上去沒有量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看什麼 看支撐 再來就是看量 量如果說再往下 往下那個縮掉 那需求就會沒有 所以石油的話 就單純以量價結構來 因為這個商品跟其他的 量價結構的商品 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方式 因為每個商品 真的有每個商品的特性 好 再來看橡膠 橡膠我曾經在10月份的時候 也在這一根的時候 就這一根的時候 我特別跟各位講到 量 他這個漲到這個壓力區 但是什麼 量縮掉 以前的量都相當大 那時候我特別提到 橡膠漲到這邊來 居然沒有賣壓 對不對 我特別講到 居然沒有賣壓 剛剛坦克也就拿出來 這個就是很好玩的東西 所以說為什麼很多東西在 你在那個量價結構上 它你可以去預估到 未來會有什麼事 你不知道是什麼事發生 但是你知道會有好事發生 如果是多頭的話 對 坦克也不是說11月的情況嗎 但是它的吸收量 在發生在什麼時候 吸收量是發生在10月份 所以市場的量已經告訴你 知道的人早就知道了 後面有利多 後面有利多 所以你看現在噴出來就不意外 所以我特別強調 那個時候 我就講到漲到這邊來 居然沒有人要賣 對不對 籌碼鎖住了 那噴出就是一個正常 再來就是支撐就從172 之前我講到172.8 就是這一根帶量的地方 提高到哪裡 196 只要196不破 破斷續爆就可以了 是 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州的K線 因為州的話 因為這一波噴上來之後 它已經到達這個壓力區了 就是前波的這個大震盪區的壓力 所以這一次量出來了 因為利多也出來了 所以說量也出來了 那量出來之後 這邊就不適合追價了 因為我們操作就是這樣 你要買就在買什麼 這第一個買點就是突破的時候 第二個買點也是在突破的時候 後面就是看支撐 因為這個地方會有一道什麼 壓力區 除非它有在下來這個 我們接近它突破的地方 可景線突破 能不能算第二波漲幅 如果說是兩波 這邊已經差不多了 我說這WD的側幅滿足 這個還不算 這個不是很完整的WD 就在這邊有一些東西干擾 所以說這個型態不夠完整 你只能看支撐 像這種型態就怎麼看支撐 或許它會有更大的型態出來 更大的型態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在做突破的時候 再來算它的一個更大波幅的 側幅滿足 好 我們就看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看大陸的商品市場 再度出現噴出 我們看最近 像今天剛剛坦克也提到 從農產品大成普風 要準備刷新新高了 台泥這種大牛股 也慢慢的往新高做挑戰 甚至最近的中小型的 從塑化到紡織 表現都很不錯 觀眾朋友更記得 像我們節目當中提到 像中鋼 中鴻 中鴻從五塊錢的雞蛋水小股 最近不知不覺 已經站到票面之上 已經回到了兩位數的十塊錢之上 所以我們看一下 到底這個行情 我們分成八大類來做觀察 第一個 有色金屬 過去一週 其實有些金屬持續性的補漲 包括我們直接提到像銅 像鉛 像鑣 最近的漲幅上一週 還是維持在2%到5%左右 另外鋼鐵漲幅更大 包括像你看最近像中鴻 像什麼千鑫 很多的雞蛋水小股全部翻上來 包括了中鋼 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隨著期貨市場不斷的攀高 使得產品市場 就是一開始第一步 一定漲原物料 原物料漲完之後 就漲到中間財或加工品 所以我們看到 過去這個年增率已經漲了五成到一倍 股價開始做發動跟補漲 甚至我們看農產品 上禮拜農產品 包括像棉花籽 棉花籽油 都出現了一個反彈 另外我們看到 年最近連廢紙也開始出現反彈了 從週漲幅或者年漲幅 都由負翻證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包括我們看能源類 當然礁態今天漲得脆刮傷 上禮拜又漲了5%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已經漲了162% 那包括了西德州原油 不然州原油 相照於去年同期 都已經由負翻證了 包括了石油膠跟吳燕煤 漲幅都在一層 觀眾朋友 為什麼油價 回到去年相對的位置 可是刷股能夠大漲 觀眾朋友 你要注意到 你要看到就是 因為很多中間的原材料 包括了PVC 距離雨漆 它的漲幅 其實是大過原物料的漲幅 所以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了嗎 它的中間利潤拉出來了 像最近 像加工師 紡織股的加工師很熱 上禮拜好熱 什麼原因 因為上禮拜整個巨子 紡織股的一些報價 一個禮拜的上漲 把全年跟去年同期比較的表現 出現了油負翻證 所以股價就噴出 好 另外我們看幾個大漲的 像維生素C 台灣沒有這個股票 維生素C也漲了23% 像稍減 基本上漲了34% 只有硫磺 硫磺去年到目前為止 全年度跌了36% 上禮拜開始出現補漲 好 另外還有報相交 觀眾朋友這邊比較特別 所以合成膠的漲幅大過天然膠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現在整個行情 就是從最上游 一開始漲的是鐵礦砂 漲的是煤炭 反彈的是石油 開始往下擴散 所以變成螺紋鋼 鋼筋 包括了冷壓 鋼板 到現在黃豆反彈 黃豆油 黃豆粉 大蒜 開始做反彈 所以大概我們觀察 這一波行情 基本上整個塑膠 化工 在石油的主權力之下 在整個鋼鐵股 在鐵礦上代之下 這個低漏效果 層層從最上游往下做反應 您再解讀 好 這個原物料行情 當然從第一季開始講 但是當初的最根本 是從庫存週期開始 回補 對 那我們當初其實推薦過 蠻多的股票 比如說像這個1101的台泥 然後這個1215的普佛 跟1215的大成 我想今天的收盤價 都再創下這個波段的新高 對 漲了一倍了 對 我相信有看這個電視的 觀眾朋友應該都有獲利 像之前的棉花大漲 我們也推薦過1314的中石化 做這個尼龍利的 因為有這個棉花大漲 尼龍利加工是有替代的效果 是 上有原料 對 然後上次後來銅價大漲 我們也推薦1605的這個華新立華 對 華新 華新今天也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然後過去像PP大漲 我們也推薦過1704的融化 是 然後你剛剛提到鋼鐵部分 像我們推薦過2002的中鋼 然後2014的中鴻 中鴻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講的時候 還在 他剛剛被打入全額交割股 對 股價還在5塊錢以下 是 那時候為什麼會講 這個中鴻 因為我們那時候提到 其實中鴻過去歷史上 被打入全額交割股 就是CRB指數的相對低點 是一個買點 對 沒錯 然後後來也推薦過2023的 這個葉輝 這個鍍心鋼板的部分 是 那其實剛剛施工哥 講到一個重點 接下來原物料要怎麼走 其實有一個這個 層層低漏的這個味道出來 從最上游往下有發展 對 我們就舉鋼鐵做例子 比如說2002的中鋼 它是鐵礦石的代表 對 那中鋼漲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後來推薦2014的這個中鴻 中鴻幹嘛 是熱壓鋼捲 就中油了 對 中油就所謂的次級材料的部分 包括2023的這個葉輝 也是屬於鍍心鋼板 也屬於次級材料的部分 對 所以接下來在投資原物料這一塊 我覺得除了這個原材料的部分 中級材料這一部分 觀眾朋友反而可以留意 報價帶上去了 像華夏最近 今年漲幅最終 很多人都是每天衝來衝去 就是130幾的華夏 1305華夏 也是非常經典 為什麼因為就是 整個的原物料上漲 開始往下做發展 對 沒有錯 然後現在的原物料 如果它是屬於次級材料 就中級材料這一塊部分 對 中間材 對 中間材 而且股價還沒有反應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留意 比如說這個挑了一下 這個2023台象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但我們先看一下 台象的這個股價 基本上說真的 它連前波高點都還沒過 但是你看剛剛這個橡膠的報價 它已經創下六年的新高 說真的這樣 股價來講是有點委屈 但為什麼要講這個台象 其實簡單講 除了報價上漲之外 我們還是回到當初的本質 其實這個原物料的本質 還是要回歸到這個供給跟需求 對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這個是全球天然橡膠的供給跟需求的情況 大家想說台象座 它是做合成橡膠 因為沒有天然橡膠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 天然橡膠相對來講 它是屬於原材料 而且天然橡膠漲價的情況之下 合成橡膠有替代的效果 沒錯 那畫面上這個藍色這條線是天然橡膠的供給量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是需求量 你可以發現其實從2014年中間的中開始 你可以發現需求就一路來是大於供給 所以這一波來講 為什麼展示來講會在這個地方很清楚 供給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其實合成材料部分其實用到哪裡 很多 剛剛提到像汽車 輪胎 還有飛機 甚至很多的這些什麼塑膠 手套等等 都會用到天然用到橡膠的部分 所以需求在這地方 但是產量的部分 其實大家看真的非常的不足 全球前三大的天然橡膠的國家 產量的國家是泰國跟印尼 還有馬來西亞 畫面上這個塑狀體是從2012排到2016年 它們的產量的年幀率 你可以發現像泰國 它的2016年幀率只有在這個地方 一點點 而且趨勢是往下 代表產量嚴重的不足 印尼一樣更誇張 掉到這邊一點點 像馬來西亞 今年來講它的年幀率 甚至是在零週一樣是負的 因為前幾年橡膠價格很差 因為事實上第一個膠農 這個膠農不是香膠 是橡膠的膠農 基本上在頭這一月很低 所以橡膠素老化的很嚴重 所以忽然價格反彈 其實膠農也來不及應變 橡膠素還漲不大 那基本上怎麼產橡膠 怎麼產橡膠 對不對 而且這泰國 印尼跟馬來西亞 它佔全球的橡膠產量大約是七成 比如說這三個國家產量 是決定橡膠未來的一個價格 剛剛提到工具很不夠 但需求部分我們看一下 需求部分從今年是2016年 大概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各個國家 包括中國 歐洲 甚至日本 或其他亞洲國家 其實需求量都是大幅增加 尤其最上面這哪裡 就是中國 中國未來對於橡膠需求量 是大幅增加 當然跟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還有跟汽車的銷售來講 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台向的股價 我剛剛提到 它連前高都沒有過 你看它這一波上漲 基本上它都是帶量漲 而且在這種多頭走勢來講 基本上量價不會同時倒點 所以你看它之前帶量之後 這高點都會被突破 帶量之後的高點都會被突破 那這一波的高點也是帶量 那現在來講 現在的量又出來 所以前波高點 這個35塊之上 我覺得很有機會來 觀眾朋友有機會參考 好 大哥都抓大的 反正每個類股 我們都抓龍頭股 相對是投資人會比較安全 那注意到投資的風險 所以大K特別是從大型股 或基歐股來做介紹 因為太小型的股票 可能官朋友 可能自己叫去琢磨跟選項 好 原物料的大漲 這個行情何時能方休 特別是川普對於基礎建設 不斷的丟出利多 加上目前原物料供給出問題 貨幣的一個貶值發展 這資金從房地產轉移過來 多重利多持續的發燒跟發熱 所以到底這個紅包行情 可以燒多久 不知不覺這半年當中 原物料行情已經出現噴出的變化 好 這是原物料的行情 繼續的輪動 官媒就在這個循環當中 來找尋投資機會 我們今晚回來觀察 另外一個循環是更大 我們要來持續追蹤 因為阿里巴巴 全世界成長最快 創意最多 世界最大的電商 那在這個月 在上個月 說電子351史 新的零售時代即將展開 講完這個話 還沒傳到大家耳邊 已經開始進行併購動作 特別在上週末買下了一家超級市場 而且用大額的溢價 來做購幣的發展 大陸幾家電商開始進行併購大戰 併購什麼 開始搶實體通路 為什麼要搶實體通路 我們就來看一下 阿里巴巴在這個週末做什麼 給全新的消費體驗跟零售業 出現了關鍵的變化 這我們剛剛好 大家回來 好 新時代的展開 我們看從馬雲10月份的 這個雲七大會就特別提到 似乎阿里巴巴對於整個 未來的新零售 有不同的定義跟不同的解讀 特別講電子351史 在台灣大家都還想說 我要去網路做創業 大家說我要做網紅的達人 可怪沒有 不知不覺我們好像落伍了 你還想成為網紅 你還想網路創業 感覺你又是跟在時代的尾端 因為全球最成功 爆發力最強的阿里巴巴 已經開始對於電子商務 有全新的定義 好 我們看到 上次我們看到 他這個2016年10月份 在杭州的雲七大會 就是阿里巴巴 因為杭州是全球電子商務 或電子商務最友善 應用最成熟的一個城市 他說眾所皆知 阿里巴巴是個電子商務企業 馬雲說電子商務是 阿里巴巴業務裡面 最傳統的一塊 電子商務這幾個字即將被淘汰 所以想在網路創業 想成為網紅的觀眾朋友 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不知不覺 可能已經落後了 其實我們從明年開始 阿里巴巴將不再提電子商務 這個字 因為電子商務 只是連接河岸兩端百度的船而已 從純電商的時代 很快就要結束了 線上跟線下 還有物流的結合 就是三者的一個結合 線上我們一般擠的 就是電子購物 網路購物 那線下就是像7-11 全家便利商店 全年大亂發 家樂福 就是線上跟線下 過去他們是對立的 網民統計師們 可能常常去IKEA看完 去好事多看完 去B&Q看完之後 你回家用網路購物 感覺以前都這樣 所以感覺做實體通路很吃虧 都被線上人撞走 可是阿里巴巴做出另外判斷 線上跟線下即將做整合 從過去的對立面 要開始進行一個合作面 未來的新離售將會成為趨勢 線下的企業需要走到線上 而線上的企業必須跟線下結合 所以他講了五大 新離售 新製造新金融 新技術跟新資源 好 講完這個話 觀眾朋友 阿里巴巴動作又來了 阿里巴巴之前併購了一個銀太百貨 在這個週末又買了一個新的公司 叫做三江購物 觀眾朋友 這量就不見了 連續兩天漲停 為什麼 它不是併購 它是宣布來參股 因為阿里巴巴喜歡用參股方式 其實大陸企業很少併購 像紫光帶的台灣 也不是併購 是用參股 大陸人喜歡用參股 就是經營權保留不變 我們把合作做串聯 第一個 營運的槓桿放大 可是財務的槓桿不會放大 所以喜歡用參股 投資32% 投資的是21.5億元 觀眾朋友 100億元 只買三分之一的股份 它是幹嘛的 三江零售 基本上 它只是浙江的一個 類似台灣的全聯超市 165家分店 觀眾朋友 你去算算看 它的這個三江購物 基本上大概每個單店的營運頻數 大概就是200坪到300坪 比台灣的全聯大一點點 但比台灣的大潤發 Costco小很多 165家店用 換算 我們換算 21億是100億台幣對不對 買了三分之一 這家公司的市值是300億 這家公司300億 200坪到300坪的店 165家分店 他等於一家店用2億買 只要用這個標準看台灣的 全聯購物中心的話 值1200億的市值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事實上 馬雲用一個非常高的價格 來切入來併購零售市場 這很恐怖 為什麼這個 因為大家都平常在Costco 買大潤發 大潤發買家樂福 基本上都是傳統 這種量販店的邏輯思考 可是馬雲的角度 他看價格不是這個價值 而用非常高的溢價來做併購的動作 所以目前我們看一下 這個全世界的新零售最新的解讀 就叫做1等於MC的平方 這以前是愛因斯坦邏輯 新零售是商品乘於人的平方 過去線下是要到店銷售 然後線上是到家的銷售 觀眾朋友 就是以前傳統的銅爐 像大潤發家樂福是 你來我這邊買 到生命人員來買 那現在到家就是 你再文化一點 我把貨送到你家 到底跟到店跟到家 他們感覺是衝突的 衝突的 可是新零售 是你既要到家也要到店 所以它分成了第一個 商品通 會員通 服務通 這都我們在提到 因為基本上這個新零售的概念 透過大數據跟時需整合 產生一個全新的通路模型 我請大家可以做觀察 事實上這個圖是上次坦克也有 給我們提醒到的一個方向 為什麼電子商務似乎遭遇到瓶頸 官媒知識從2013年到最新2016年 當時坦克也就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電商要接觸到客戶成本 從每一個點級 本來是0.5到0.8的成本 現在已經跑到1.6到2.0 短短的四年之內 電子商務這些電商或網路購物 他們面對客戶成本 已經成長了四倍 也就是我開一個電商務 我要找客戶的成本 還不如我在路邊三角窗住個店面 還比較快 成本還比較低 官媒懂意思了嗎 所以事實上電商 現在碰到一個飽和了 當大家會在網路購物都飽和的時候 怎麼辦 回頭找實體東路 所以我們看到 隨著整個媒體成本的升高 電商要往下部發展 第一個找尋新客戶 第二個就是把原有客戶進行加值 大家給我們先觀察 阿里巴巴動作非常快 才剛講完 大家還來不及消化 還有一堆人在網路上創業 還有一堆人想成為網紅的時候 忽然發現網路創業跟網紅這個時代 已經過去了 阿里巴巴說明年網紅就是古董了 網路創業就是舊的商業模式 您能觀察 日從馬雲講出新零售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研究 到底新零售跟舊零售有什麼差別 我們先講一下 上次我們在講台灣的麥當勞 不是12月要賣給本土企業嗎 那時候想說 怎麼賣得這麼值錢 200億 然後想想 因為我自己 像我們都是麥當勞的忠實客戶 沒東西買 隨便吃 沒有 他東西還真的滿好吃 但重點是 像假日的時候 我家離麥當勞走路 其實要超過10分鐘 他一個人會走去那邊買東西 因為我覺得太遠了 但是現在麥當勞有推出APP 所以APP的話 你在那邊一點餐 他就會送過來 等於說你只要在他範圍 兩公里以內的地方 基本上他就會送來 所以麥當勞就像馬雲講 他也是由線下走到線上 線上 對 所以我覺得 會去買他這個本土企業 應該也有看到這一塊 是 線下跟線上的一個合併 是 另外你剛剛提到 其實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開會的時候去討論7-11 其實台灣的7-11 其實關於我們現在網路貨物 常常去7-11取貨 或全家取貨 事實上他們有沒有跟上 電子商有 可是他們腦袋其實還不夠 其實7-11可以把產品弄得更少 把倉庫區弄得更大 完全用線上的邏輯來經營線下 但問題是像7-11的成功 其實馬雲看到了 這種線上線下的整合服務 才是最大的新零售的一個機會 對 沒錯 那我們先講一下舊零售 比如說像一般的7-11來講 他要去一個地方開店 他一定要先看這個地方 到底居民多不多 我這個7-11開這邊 到底有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簡單講 就零售的商業思維 就是以公司 到底有沒有辦法賺錢 但是現在新零售 你剛剛提到是以人為主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個例 中國大陸的新零售 其實如果有長期關注的話 應該有聽過這個人 叫做吳小波頻道 他在愛奇藝裡面 其實他是長期寫了非常多的文章 跟視頻 他的粉絲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都到他這個網站上面去看 這叫什麼 就是要到店來看他的服務 但是呢 因為他的粉絲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是非常在重度進行粉絲 所以他後來推薦的 不管是酒啦 服裝啦 或茶油等等東西 都開始熱銷 所以變成 你到我的網站來 然後OK 我跟你的這個連結度變高之後 將來我推薦東西 你就有興趣 所以變成你來這邊 然後我再把商品推給你 就是這樣的一個線上跟線下結合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對 那我們上次也提到 這個中國大陸其實 這個高興集團的試占率是最高的 對 到今年的第三季為止呢 高興集團底下的歐上跟大潤發呢 他的試占率高達7.5% 是第一名的 對 而且中國大潤發呢 我覺得他們除了是實體通路 因為中國大潤發有270家的實體通路 是 台灣有26家 那他們現在除了實體通路之外 其實在大陸有一個非常有名叫做飛牛網 是中國大潤發他們經營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飛牛網的營收非常非常可怕 是 2014年剛出來的時候呢 開年的第一年只有1.5億 是 到去年呢 大幅快要增加到6倍左右來到10億 是 那經營預估會有20多餘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線上線下合併的 像中國大潤發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坦克給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事實上這個 當阿里巴巴開啟動實體通路的 詬病的時候 包括京東也開啟動 京東背後就是馬化騰 其實雙馬在競逐 這個實體通路 我們看現在事實上大陸分成幾個 這個零售的管道 一個是Shopping Mall 就是購物中心 但購物中心 中國最大的是萬達集團 萬達集團就是萬達非凡網站 那天坦克也提到 現在抓寶怎麼抓寶 是抓折扣的幫助 所以萬達非凡其實操作非常成功 那阿里基本上進入購物中心 因為那資本支出太大了 你開一個Shopping Mall 沒有5億8億下不來 全中國都要開 那不是上千億 所以這一塊萬達集團 王堅立是吃光光 好 另外就是百貨商場 那阿里是買了銀太百貨 另外我們看到大賣場 目前是大幅最大 中和超市包括阿里 這一次包括像剛剛講的三江百貨 社區招式京東跟阿里巴巴都布局 便利商店 現在也開始積極做一個發展 從不同的城市當中我們看到 其實零售通路的價值 跟我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就跟當年 觀眾朋友還可能忘記 15年前 那個外國銀行外銀 來台灣併購國內的銀行 是看分行點數 一個分行值多少錢 後面你說一個分行值2億 怎麼可能 因為分行有客戶 分行有名單 分行有一個優越地位值 所以像台灣值錢幾個 壞掉的銀行 這個爛銀行 壞銀行 為什麼外資是用分點來計算價值 原因就是實體通路 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一個價值 而這價值先被馬民給打破 您觀察 對 這實體通路的價值 其實還包括社交的價值 就是有些媽媽 就是不喜歡這套路上買 他說他每天早上去賽事場 就可以跟婆婆媽媽鄰居聊天 這是一個社交的價值 我們看到最近阿里巴巴入股 其實從去年開始速度變得比較快 第一個是銀太百貨 剛剛銀太商業他已經改名 剛剛世光有提到 他其實就是百貨 比較偏高端的一些商品 然後再來是蘇寧雲商 這個就是專門併購要來跟京東拼 因為京東的專長在3C 這個阿里巴巴的話 他就是藉由跟蘇寧雲商來合作 然後來供3C 就是供京東的痛點 最近這個山江 最主要就是在哪裡 在生鮮的超市 或是說蔬菜領域 其實蔬菜領域 京東去年就做了這件事情 他勾變了叫永輝超市 入股 入股叫永輝超市 就是要做相關的生鮮 但是其實股價表現得 並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買菜是一項社交的行為 不是只有單純買賣的行為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我們看到 在整個新零售的話 其實生鮮超市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在大陸有很多創業吸金 然後北京都募資 然後要做生鮮物流 但是失敗的例子變多 為什麼 因為他忽略了 買東西不是只有買賣的價值而已 這裡其實我們觀察到 第一個 有了百貨公司 有了超市 然後又有了電商的 電器的實體通路之後 其實阿里巴巴的版圖 最缺的就是大型的賣場 其實過去我們像萬克樓 這些東西 它其實是個倉儲的概念 只是它這個倉儲 是開放型的倉儲 它本來就是個倉庫 只是後來萬克樓 第一次到台灣 這打開之後 好大好大 好好逛 是它是個開放型的倉儲的概念 對 就是一個更大型 更多商品的一次採購區塊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在高興零售大陸 不管是在歐上或者是大陸發 加起來大概有409個點 這裡其實也是我們認為 下一波不管是京東或是阿里巴巴 有可能會關注這個區塊 因為他們是倉儲 我們先過去我們去倉庫買東西 Costco也是倉庫型的一個賣場 可是我們也反過來 一個是體驗式的交流 就是可能將來最好玩的 不是迪士尼 也不是六福村 將來最好玩的 可能就是大陸發 加勒福Costco 因為虛擬進來了 另外一個 這些倉庫 它本身有非常強大的物流系統 就是阿里巴巴看到了 假如有400個分點 400間倉庫 阿里巴巴就不用在中國 再去開400個倉庫 現有的通路點 不管它併哪一家 就是現有的據點 從這個倉庫做輻射性的配送 就變得很簡單了 做整合的應用很快 利通路 所以你看我們最近 剛剛事光提到的 不管是萬達的非凡 或者是在阿里的喵街 其實最近整個商場 一直在切APP這個區塊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 像這個就是萬達的非凡 你去可以抓寶 這個喵街其實就是阿里旗下 在銀太百貨用得非常 百貨公司的一個商品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這是喵街 它功能有什麼 它可以幫你找店 找廁所 就商場那麼大 到底洗手間在哪一個樓層 它用定位幫你找 這裡的話 餐廳 叫號怎麼辦 你用手機就可以排隊 像這裡的話 不管是一些停車 就是到底這個商場有沒有車位 還是說哪裡有優惠 車子停在哪裡 它幫你找到 它幾乎幫你把整個購物的體驗 結合在這個手機裡面 是 就這樣的程式 其實我們認為 一大堆商場都在學習 這樣的一個阿里的方式 雖然沒有人家反過來 我們覺得喵街很酷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 你沒有一個百貨公司 這個喵街的APP那個體驗 效率就很低落了 是沒有機會體驗的 對 我們認為 到底馬雲看到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不單是 只是人的價值 我覺得其實前一陣子 有一個概念叫工業4.0 你就是說過去從機器取代人工 是工業1.0 然後大量機器生產是2.0 3.0是自動化生產 4.0是什麼 是智慧工廠 就是說市場缺什麼 工廠再去備料 再去生產 其實我們認為這一次的銷售 從上游的製造商 然後他們中游有貿易商 代理商 零售商 再加上下游的通路 然後消費者 我們認為馬雲 他現在是要把中游整個全部卡死 就是說以後他可以知道 假設說最近缺的是玉米 他可以透過他的系統 去跟上游的農家 說玉米現在缺我們現在要 然後說如果是上游缺的是 像是什麼高麗菜 最近不是很貴嗎 他就可以去跟上游要 就是說他現在變成是一個 有所有的大數據整合之後 他不再只是單純的通路 他可以跟上游的製造商跟農家 爭取價格的話語權 加勒福現在就叫 加勒福你看前整廣告 台灣加勒福 大潤發在大陸也是一樣 就直接跟上游整合 全部都砌作 現在全部都要這樣做 因為不只是在農產品 現在連相關的一些商品 或是製造商 就是所有的製造商 為了要卡阿里的這個通路 什麼都要聽到的 消費者也是一樣 你在所有的體驗 不管是線上線下 全部都會碰到 整個阿里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認為 這就是所謂的零售業4.0 那個概念 就是全部來弄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很好的親戚 基本上就是種農產品的 事實上他的農產品非常好賣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 有時候東升會 幫我們網購他的相關的水果 可是對他來講 把它裝箱 是一個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田裡面 包括套袋 擦枝 除草 噴藥 已經沒時間了 我還坐在那邊套袋 或裝袋 裝箱 很浪費時間 他比較希望一個大批發商來 我就全部給你 反正我們就固定配銷 我今天賣400斤或5000斤給你 你就一次收走 我省的時間慢慢裝箱 這顆比較大 擺這一箱 這顆小比較擺內箱 觀眾朋友 你裝10箱 很好玩 當你裝500箱的時候 你會整天都在裝箱 觀眾朋友 一天都在 裝來裝去 所以對於農家來講 其實他需要一個價格好的 大批發商 大盤商 幫他批走 可是對於消費者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第一手 買到最新鮮的蔬果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我們看到台灣的賣場 開始有契作的概念 就是快速把中間的菜蟲 米蟲 果蟲 全部給刮掉 對 而且這樣可以那個 像大陸最近不是要去 就是打平 就是要去化農民的窮人 對 其實這樣也可以幫助到農民的經濟 往上升成長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其實 包括不管是符合政策 然後也有相關的一個 上下游的整合 好 我們看到這個線上線下的整合 我們這邊一張小圖 其實2016年 這個線上消費者的體驗 或消費者的行為 有43%跟線下是不一致的 這是很特別 那女裝內的衣服 更是百分之百不一致 這是什麼 有個東西在網路上熱賣 你拿到百貨公司 拿到大賣場賣 是賣不動的 百貨公司大賣場賣得很翻的東西 拿到網路上是賣不動的 所以這個過程 觀眾朋友 這不一致就是商機 所以未來到底這個線上線下 馬雲獎的一個整合 或許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可是更重要的是 馬雲的態度 就產生資本市場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這邊 隨便舉一個中國最大的 大亂發的例子 事實上它的分點非常多 似乎在京東跟阿里巴巴 在實體通路競爭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很多的通路 出現了實體的價值 這方面可以持續做一個觀察跟期待 好 我要講蔡老師做掌握 那麼回到入股 因為入股又創新高 事實上這一次入股創高 其實就是兼併題材 另外就是資金從房地產回流到股市 你能觀察 好 那這一次 就像這一次的創高 都是每次都是有券商概念帶動的 因為只要多頭 券商一定受惠 所以每一次的突破有沒有 每一次的突破 底部就越墊越高了 那都是券商概念帶動 那券商概念帶動 表示這個的後續的行情 應該就屬於多頭格局 那我們來看上市的指數 今天又創高了 對 又創高了 那上次我們提到過那個 重點在於7月4號的萬科富牌 這個底打出來 因為這個是翻天覆地的賣壓出來 反市場直接拉出來 這個底就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看支撐 3037 3090到31 3130 我們在北中南研九養的時候 是在3130 現在創新高之後 又提高到3188 所以提高 這是短線支撐 比較強的支撐還在3130 這算是一個短線支撐 好 那我們剛剛講一個重點 現在來看創新高 還沒有帶大量 是有帶量 但是他沒有帶出什麼 真正的攻擊量出來 對 你看看好玩就好玩在這裡 是周線 在創新高的同時 還沒出現攻擊量 對 你看他的籌碼多穩 這半年的底 這半年多的底 就表示已經打得非常穩了 籌碼已經吸乾了 那我們來看一個相對的位置 當這個2014年 第四季的時候 他這邊突破 一直到這邊的位置 其實已經帶量 但是量還是非常穩 最後攻擊量出來噴出 對 現在的型態跟之前是一樣 你看業內座駕 其實手法都差不多 也是在這個3分之2處 收斂商有3分之2處突破 然後往上帶 這個量也出來了 但是還沒有出現 真正的攻擊量 也就是說 當他的指數在創新高的時候 攻擊量還沒出現 你等他攻擊量出現之後 怎麼辦 大家都要追高了 這個又一個 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2014年的時候 我上課的人數 是創歷史新低 現在我的一些來上課的人數 也是創了歷史新低 大家不相信會漲 但他已經漲 大家不相信 漲上來不相信他還會漲 就是在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節的節目 如果說現在這一節 如果說節目的收視率低 麻煩跟我講一下 讓我爽一下 不會明天不找你就代表收視率低 對 沒錯 所以你看 現在攻擊量都還沒出來 都已經長成這樣 你看以後 這個真的是滿值得期待的 因為整個結構上 這裡已經屬於一個什麼 多頭結構 另外我給各位看過 已經看到 最少拿出來兩三次以上的 月K線 因為我們做波段的就是這樣 上次我們講投機結構什麼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投資的結構 投資的結構會有一個出聲段 下來之後會有一個主聲段 那我上次講到 現在我們預估它是主聲段 那主聲段會分成兩波段 是 我預估應該會有兩波段 對 這個圖都沒改過 這畫出來這個出聲段 跟這個主聲段 那一般來講 這邊會出現一個出聲段之後 壓回再一個主聲段 那這個高點就是在 我講到了6100點 會在十年之內會去做突破 是 蔡老師 所以我們最近在講 大陸很多台商的股票 像之前紫光來台灣入股 其實有些媒體就說 他們要炒股票 因為買台灣的EPS 回去灌他們的本益比 這是一種兩岸之間的套利 因為大陸缺體材 所以來台灣買公司 像阿里巴巴買三江也是一樣 他們缺EPS 所以會不會用併購 像現在大陸的併購 兼併購的東西越來越多 基本上就很刺激了 只要投機 甚至是投資行情 都是炒體材 不管你是任何的體材 只要多投來 你只要有題材就好了 是 所以任何的一個題材 他都能夠炒得動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夜內盤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上去 我想要好好把握 好 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